你幾歲了 差不多該試試看投資了吧 好的投資只要30秒就可以學會 穩定有趣 最重要的是 要使你喜歡的項目 因為只要喜歡夠了解 就可以大大的降低風險 現在加入物料的深度會員 每個月只要75塊 一起投資屬於我們的未來 一日國道警察 開始 太快了吧 太快了吧 我跟你講我們節目的節奏就是這麼快 網路的節奏 網路就開始了 然後下一秒是你在開車 然後就說今天真的很辛苦 我們要尊重國道警察同仁 一日國道警察成功 成功 全網正經 沒有這麼快 但是我們這一開始就是整裝待發 沒有什麼囉囉嗦嗦的事情 沒有 都得了 怎麼樣 交通警察刑警 派出所警員 你這個是第四次 擔任國家警察同仁的服務 第四次穿了我 哇 你第幾次可以 我第二次 我跟你講警察的工作相當的繁瑣 很多細分下來以後 每個細分裡面還有在細分的 不是開玩笑的 你根本就是警戒的代言人 不敢這麼說 這是我的光榮 我個人的honor It's really my honor to be a police officer 看到沒有 這叫什麼 這叫紅斑馬 專有名詞 紅斑馬 you know 這個紅斑馬 OMG 是我們台灣特有的標誌 這是一個國道高速公路警察的榮譽的象徵 you know 其實說真的 國大的高速公路警察對不對 yeah 是真的很危險的一個職位 好太危險 跟霹靂小組跟刑警 其實上升率是差不多 真的假的 很容易有事故 我們要一再的防範這些東西 但是我們現在怎麼防範 就是最主要防範的最基本的方法 請你改善你的駕駛習慣 不要危險駕駛 不要危險駕駛 不要久駕 不要疲勞駕駛 就是這樣子 真的 然後不要在那邊龜車 那種龜 請你就走一般的路 這樣就好了 不要這樣也要上高速公路 講就講 為什麼要模仿他的臉 不要這樣也要上高速公路 要不要開腿 這樣不能上高速公路 不能上高速公路 拜託一下 你看時速50 不要在高速公路 不行不行 就這樣 你騎一下車也要上高速公路 這樣 等一下 這隻 怎樣 只有公路警察才能有的 特別的徽章 對這隻鴿子厲害 夭夭夭夭 夭夭夭夭 你是學弟嘛 莫名其妙嘛 這樣 這個按照高速公路 這個編號 1144 1184 差我40T耶 但我們好像還是一樣 好典型喔 他找你進了這行40年 然後他沒有生 你不要再亂講 我們不要再哈拉這麼久 哈拉了 我們現在已經講過 我們是網路節奏 你要扯那麼久幹 不要很網路 你看我今天 你看我今天講話 多麼的生如紅衝啊 生如紅衝真的是 民國前的人才會用那個形容詞 你有付光錢嗎 對啊 差不多是余佑任路時候 差不多 清末才會說 好啦 就跟選檔報到啦 跟選檔報到 我們馬不簡單 體驗一下 今天一整天的公路是怎樣 OK 一日紅斑馬 國道高速公路警察 開始 我叫我們搜尋 好人家 我叫你 快走 快朝 快走 不要 不要 我們一起出發放下壓力一起玩玩 不要 跟我一起掌握那幾山子一起打招 讓我 發現每一個真正的笑臉 讓你 都看見自己回答的一面 一日熄滅多夯熱熱 爽不夠自動了 好 我們請兩位學長學姐進來 向兩位報道 請就報道 請就好 請就好 今天要來跟兩位學習 如何做好一位高速公路的國道警察 像我是醫師 我們兩個同梯的 醫師是 同學同學 請投嗎 請投嗎 謝謝 什麼意思 喔 喔喔喔喔喔喔 這個不是這樣分 其實我們這個 你也不是全妹嘛 哈哈哈哈 不是這樣分嗎 其實我們這個編號 這個因為代表是 我們國道第一公路警察大隊 所以我們開始就是第一大隊 對啊 第一大隊啊 對對對 那 144號 其實因為我們國道紀錄一隊 將近快要200多 那所以這個編號 在後是其實沒有太大的意義 沒有意義的 就大隊長是1001 大隊長1001 副大隊長1002 1002 喔這個有意義 這個有意義 其他人就 第三 對嘛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職勤上面有些什麼東西 我們需要注意 其實我們國道高速公路警察局 跟一般的台出口是最大的差別 所以我們的危險性非常高 因為我們的職勢環境就是跟這些車流 然後大車 是啊我們現在講話就 那邊大車 咻咻咻台台的過去 我們現在收音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沒有問題 因為其實你現在站在這邊沒有什麼感覺 那如果說你24小時 都站在路間 然後如果你處理事故 下車道 然後車子從外面這樣不小而過 應該比看衣服還要緊張 這個我們其實有經驗 我們之前去過高工局 真的就是在高速公路上面 好耶 對 那個感覺 不過高工局可能 就是它處理很多交通事故的善後 但是問題是遠景他第一時間又要趕到現場 去處理比方說事故人之間的一些糾紛啊 或是事故排除啊等等 是繁殊 繁殊 那我們就開始我們今天一天的行程 第一步好像兩位學長學家 要給各位先上一個小小的課 教一下你等一下要做的事情 跟你要用的器具 先教你 然後我們再做 我們現在先上一個課子 好 謝謝學長 好 也不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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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OK OK啦 好啦就這樣先拉 OK GO 邰哥那個新生報到第一天 這邊簽個名 我們要參加新生訓練獎集 通常五十五歲的新生有經驗過嗎 嗯 我們第一次遇到五十五歲的新生了 通常幾歲可以退休嗎 通常五歲就可以退休 通常五歲就可以退休 今天幹完應該就可以退休了 要講這種東西 好不好 我們現在有能力就要為國家貢獻 OKOK 邰哥那坤達今天由我們劉尋官為您教課 所以這是我們的教官 劉尋官 劉尋官 去 去 去 怎麼做 那兩位在這邊做 那麻煩等一下要注意聽講 那可以的話就是記一下筆記 然後不要睡著好不好 記一下筆記 好 絕對不會睡著 那請我們劉尋官開始交課 歡迎兩位新進同仁 還有其他各位新生 那我們現在跟各位介紹的是 一生輕微事故排除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來問一下筆達 是 交課事故 配身輕微事故 排除的幾個步驟 對 總共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呢 就是 先將警示燈打開 第二個步驟 是把警示的安全錐放到安全的距離 適當距離 然後 以測我們自己的保障我們的安全 然後第三個呢 就是把手機拿出來 然後把現場的一些環境狀況都記錄下來 對 這個講得不夠流利 對嗎 不流暢 這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雙簧警示燈打開 第二個就是把我們車後面的三角錐 移至後方這個適當的安全距離 這個適當安全距離 是為了什麼 防止後車的追蹤 第三個呢就是拿手機 以最快的速度拍下現場的照片 然後馬上把這兩個可以移至的車輛 移至安全的地方 最好是下交流道到這個安全的地方 或者說直接到處所來 進行檢測 或者說是 把這個剛剛拍到的東西呢 交給警方來出來 這樣就可以 邰哥拍拍手 謝謝 好 你跟我講差不多 超多 超多話 那學長 那他們兩位現在去執勤 這個狀況是OK的嗎 可以 好 那就謝謝教官 謝謝教官 我們就去執勤啊 好快喔 我在這邊想要問 所有的同仁們一個問題 因為這裡是邰哥第四次在警戒活躍 然後我想問一下這一批新的 最新的為國家奉獻的同仁 有看過我們節目的同仁 請你指個手好不好 所以我證實了一件事情 只要跟警戒同仁 電視率特別棒 因為一定是國家命令 逼他們一個人的名單 所以電視率成長很特別快 謝謝 不要亂講 好不好 這表示說我們拍的片子 很受到大家的歡迎 幫助我們的警察 宣導很多政府的一些政令 這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最主要是提醒 民眾對於行的安全的認知 我哪會講 當然啊 這個開車尤其是高速公路 顧名思義高速就是你要在 限速的安全範圍內 行駛高速 另外還有一個 在最左線的內線 那是超車的線 超完以後就要趕快回復到主線 你知道嗎 那每一個那種 尤其是龜車還在內線這樣 要對嗎 我跟你講你講就講 你不要模仿他的臉 就這樣啊 旁邊另外一個也是這樣 來 稍等來看一看一看一看 這樣會有阿伯說 是不是在說我嗎 不是 那個 隔壁那個是阿嬤 好不好 不要鬧了啦 執勤了 執勤 執勤開始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同仁 幸福人 那等一下我們會抵達我們一個 專門為心境同仁準備的一個 事故演練場地 就是 這是一個我們 用路人發生交易事故的一個停車場 那我們把它當作一個情境模擬 模擬現在是個三車道 總邊是內車車道 中間車道跟外車車道 好 那現在我們進場 通常我們進場的時候 基本上會鳴笛 這樣這個鳴笛聲通常都這麼簡單 所以鳴笛以後 當然我們可能後面有 當然比較短啦 可是如果說我們在高速公路 可能會有一段距離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有一段距離的鳴笛 對 所以我們會在進場之前 會幾百公尺不一定要看每個事故線 對對對 我懂意思 然後先鳴笛 警示後方來車說 我們要準備要檢數了 所以我會開啟這個雙簧警示 跟倒置後車 前方有狀況發生 所以通常直勤這樣的時候 通常都是兩位員警 只有兩位員警 我們都是雙頸巡邏 那抵達現場以後 當然我們是不是要先下車 放三角錐呢 對 我們國道下車的時候 有一個要非常注意 因為我們不是在限制道路 我們不可以開門的時候 就直接把門這樣整個打開 對對對 因為車道只有3.75公尺 是 要扣掉車寬度多兩公尺 是 所以我們開門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先往後看一下 確定後方沒有車 是 然後大概因為開一點點 因為門有兩段式 對 開一小段就好 趕快出去 不可以這樣子就把門打開 是 你可能一打開 對對對 而且會造成後方的危險 對 會造成後方的危險 了解了解 所以說等一下我們抬一個下車 練習一下 先看一下後方 好 確定沒有車 門打開一段 趕快下車 是是 然後一件事情 擺放三角錐 是 安全最重要 那這個時候 需不需要遠景在後面疏散 基本上 如果說是一個 訓練非常有素的兩位遠景 的話 兩個人要去擺完交通錐 對 然後一個照相一個測彙 是 那這個時候 台哥你有發現 我沒有把巡邏車 開得非常靠近事故現場 對 沒有 因為我要拉出一個安全的距離 如果我把車 非常的靠近事故現場 那如果到時候又有 不注意的用戶人 撞上去 到時候我們連遠景本身都會受傷 是是是 所以我一定會拉出一個安全的距離 而且這個距離 沒有一定 但是要看事故現場的狀態 是 越危險要拉越遠 是 尤其是晚上要拉越遠 那通常在這個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說 現在目前我們交通部 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一個Fever 幫助我們警察 就是那個防撞車 對 我們通常在這個處理事故的時候 也會有防撞車出現 如果他來得及等不到的話 他會來 但是我是希望說 能夠盡快地排除現場 脫離這個危險的地方 這是最重要的 是 我不可能 我已經抵達師傅現場了 那我還要在這邊等半個小時等 我只能拉拉嗎 是是是 那我有可能五分鐘我就排除 了解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 就是說在第一時間 也會通知防撞車 一定 我們行務指揮中心 只要接到民眾的報告 我們第一時間 就是通知交通中心 是 先調閱CCTV 先去看這個師傅確定的位置 在什麼地方 是是是 然後還會順便通知他 請他派團裝車過來輸出我們 第二件事情 我們就會趕快要派車輛 第三件事情 趕快跟當事人聯繫 確認他有沒有受傷 車輛有什麼移動 如果說今天他沒有受傷 車輪又輕微又可以移動的話 那說不定不用到我們到場 他們就自願照片拍一拍 趕快他們也怕 然後趕快離開現場 這樣我們就可以不用抵達現場 OK 所以我們現在是記得 是左線還有車 右線也有車 我們在中間的第二車道 OK 我們現在準備下車 好OK 好 邰哥現在我們是演練好了 所以就慢慢來 不然其實這個動作 是要很快就要完成 很快 是是是 所以陳明是兩名 一名是拿成兩名 然後另外一名 然後就幫他頂鍵 一 永遠不要背對車流 永遠不要背對車流 對 有沒有人受傷 沒有 沒有人受傷 通常我習慣第一天是 你先問當事人有沒有受傷 所以到了現場之後馬上就車會 一個拍照 我要誰拍照 一個車會 好 所以剛剛照相照完了 測位測完了 我們可以離開了 我們跟當事人所謂完政見 確保他們都沒有受傷 車子都可以開 都不需要拖掉車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離開了 那有沒有這個時候 他們兩個碰撞事故人 他還會覺得說 欸這樣就好了嗎 還會這樣子嗎 目前還沒有遇過不相信 沒有 因為我看起來滿專業的 是齁 就可以說他們就可以離開了嗎 他就可以離開 因為我會跟他說 來等一下你會跟著我巡邏車走 但是像這種A3的碰撞事故 他這樣子妨害的交通 是不是要先給他們兩個人 一人一張罰單機 如果他在現場 有擺放三角故障標示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如果一來看 唉唷沒有 他沒有擺就代表他違規 因為他會有違規的問題 那只要有擺就沒有 還是說擺的方式跟距離比較差 因為我們不可能要求 每個用路人都跟我們國道警察一樣 所以說基本上他們有擺的話 我們就很感謝他了 那我就問一下學長 我等一下有沒有可能 我跟坤達拿著我開車 您看我們兩位操作 下來以後您就給我們一個分數 好不好看有沒有過關 剛有一個空白的部分 他們衝過來的時候 如果駕駛已經快打起來 他們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麼 維護現場跟當事人的安全 會不會因為他們實在是太激動了 就先把我們先靠上去 如果不理人 通常不會這樣 通常不會這樣 對 好啦那我們就實際演練一次 先測驗一下 因為我剛剛已經 記住所有的流程 Check it out 不行 他今天信心好十足喔 可是他就是假如 風零零的感覺 國家了他就很貴 他今天怎麼了 因為他有一種榮譽感 我也覺得 好挺拔 他走很很快 這個 好挺 這個背部 背部滿帥的 他是因為瘦了 所以現在今天整個 他整個自信來了 我覺得 我都覺得我看不到他的這個背影 真的假的 非常的閃耀 因為他半透明了嗎 對 你有預知死亡的人 我來 我來穿透他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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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 有沒有什麼事情 有人受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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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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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們先處理一下 我們先處理一下好不好 我們先處理一下 先等一下 我們要把它們處理好不好 好 我拍完了 隨便 好 那麻煩兩位喔 這個針對我們的警車下高速公路 OK 這是危險的 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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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高速公路 對對對 然後到我們那個 其他區處理一下 我們跟著你們的車走 對 跟我們車 跟我們車 好不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要吵喔 我們都弄得剛剛推 快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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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啊 分好了 欸 剛剛會有一點點 還是會忘記耶 這樣好像OK嗎 以心境頭人來說 表現得算滿不錯的 所以其實以我們心境的頭人來講 這一些訓練都是必要的吧 必要的 是不是 而且一定要練到非常的熟 我們平常的課程 就是這些嘛 是不是這樣子 但是我跟你講 你要去假想喔 後面來車 這種情形之下 那個臨場感又更不一樣 對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是練習 所以可以開巡邏車 真正在國道的時候 我們是不可以的 對 我們只能跟著旁邊 去見習 所以這段我們算是OK的 反正學長學員的說你們 以心境頭人來說 做得不錯那我也沒什麼好說的 沒有好說的嗎 對 聽說下一個工作是要 學打測速槍 打測速槍 打槍 啊 就是這樣旁邊那個 是不是 如果你用單手拿的話 應該滿酸的喔 是嗎 這樣抓的那種 射速箱現在是高科技的 就是說射速座還有一些功能 聽說可以測安全帶是嗎 因為我們的射速箱 有拍照跟錄影 射速小小一根 真的是可以拍照 不是 平常還會有人 在高速公路上 不吸安全帶的嗎 非常多 這種真的是 垃圾中的垃圾耶 先不要生氣 不是你說 在高速公路上 還不吸安全帶 這種鳥人真的是太屌了 鳥人中的鳥人 因為它飛出去它就會變得 欸 可憐 不要鬧了 所以學長等一下要跟您學習 測速槍 那這個階段我們算是 即可了 下一個階段 Check it out Yes 包學長 現在是要教我們如何測速是嗎 是 在我們國道啊 跟一般縣市最大的差別 就在於我們要很多 所謂的測速照相的這個渠地 所以說我們就會用到 我們今天的這個器材 就是所謂的我們的 手石式雷射測速箱 雷射測速箱 雷射測速箱 第一次看到 iPhone的頭髮 我覺得應該是iPhone 調節這個設計 因為我們這個先出來了 iPhone調節 蘋果技術 這個是我們國人自製嗎 沒有 這個都是整機 都是進口 還是古外的 喔 方便問一下學長 這一隻多少錢 不方便 有什麼七步 七十萬 他有什麼數字給他講出來 兩隻加起來 不多不少 七十二萬歲外 兩隻加起來應該可以買一台 還不錯的國產車 我可以這樣看一下嗎 可以可以可以 不要掉到地上 那個摔壞的話就要掏腰包 邰哥怎麼會買 課成交的生意 所以我們平常這樣看 是要看這裡 還是看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一驚險刺器 對 然後我們眼睛是看這裡 看準心這邊 對對 OK 這邊有三個眼睛對不對 上面這個是發射雷射波 下面這個眼睛是接收雷射波 那最外面的這一個是我們的攝影機 那這個怎麼對準呢 就是說比方說我們對準 你就懷疑嗎還是什麼 不用懷疑啊 基本上我們在車的時候 其實這跟一般的打電動有一點點像 我個人的習慣是 我會用右眼看瞄準鏡 左眼看車流 那你怎麼知道對哪一台車 看你開心啊 喔是這樣喔 就是在這麼多車當中 你覺得它很快的時候 你就要推對它 對 所以我才會說我會習慣用左眼去看車流 因為一台車 明顯車速高於其他車流 是看得出來的 喔 所以一樣的三線道 你可以對準其中一台就可以 看你開心 都可以 所以其實 有些人開得很快 結果看到有一個警察飛飛 拿一支槍在對著它的時候 它突然間減速 那是沒用的嗎 在它看到的瞬間 它就已經被打鬥了 可是你這樣是沒有用的 就是突然減速 所以就是說你也不要在那邊講氣 就是你平常按照正常車速 看到槍就這樣 不要這樣子 因為你在快的時候 已經被雷射槍對準了 對 我們現在正常來講 速度在高速公道是110 國道各個轄線路段 速線都有一點點差距 可是在我們國道一大隊的全線 從基隆到陽梅都是100 都是100 就是你100以下就沒事 法規規定上面會有 所謂的10公里的寬容值 所以在時速110以內 都沒有問題 我們都不會去自單舉發 但是只要超過111 對不行 就超速 而且是超速11公里 還是超速1公里 對嘛 它已經有個反空區了 這個可了解了 那我們就要看您實際操作了 好 因為我們不能指法 我們只能在旁邊看 可以讓你 就是讓你試打看看 可以了解一下 沒錯沒錯 那我們就直接到車道去實際演練 那我們在車道旁邊的操作的時候 我們需要什麼防護或者幹嘛 因為今天是讓你們去這邊是練習 所以我先把路邊的車道先封起來 讓我們同仁安全性比較好 可是實際上如果我們真的是在 避車彎測速的話 那我們就一邊測速 還會一邊注意自己的安全這樣 是 那我們就這邊移動 好嗎 等一下我們站在這個扭折西負欄內比較安全 路線的話我覺得你們心裡會怕怕的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扭折西負欄保護我們的安全 那一般就是我們設定的程度 然後去做照片的程度 所以我們應該會看到照片檔 那一次去壓的話就變成 這樣 會測到飛機 不行不行不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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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們在選擇這個執法地點 我們會盡量選在出彎頭的避車彎 因為有時候大直路雍輪遠遠就已經看到你在那邊 就已經開始出 那我們會選擇比較不會那麼危險的彎道 然後可能他出彎之後 他看到我對我玩笑的瞬間 然後我們也選擇到速度 這樣 嘿嘿 不會 就是一點小技巧 對 總之我現在這樣看了一段 沒有什麼違規的 這個路段很不錯 對 YES 我們現在要做一個很了不起的事 我們現在要去牽尋魔像 那平常在屏蔽牽尋魔像 沒什麼了不起 有牽過 他真的牽過 然後他也說 欸少爺車刷一下喔 這個是基層遠景 但是高速公路的警察去牽巡邏箱 他是去哪裡去 對啊 高速公路上面有巡邏 然後還有巡邏箱 所以台語不叫說 欸我怎麼都沒有 欸車給他刷一下喔 我怎麼都沒有注意過有一個巡邏箱 現在就要帶你去注意一下 OK Let's go 高速公路牽巡邏箱 Check it out 這一個就是巡邏箱 太屌了 這巡邏箱我這一輩子 從來沒有打開來過 Right 那就讓邰哥新手看一下 看一下 然後這裡面有一個 標速公路牽巡邏箱 簽到時間 我先簽之後邰哥帶誰好 好 我們就寫一下今天的時間 時間是新的頂張的時間 那這個巡邏的意思是什麼呢 巡邏的意思是 我們到這邊 我們手望一下 看一下這個地方的路況啊 有警車載的地方 用路人比較會減速慢速 然後也順便提醒 欸最早的開醒醒囉 類的 好我們會看一下 大概站個15到30分鐘這樣 不是說簽到完以後 再到下一個地方簽到嗎 通常會大概待個15到30分鐘 再前往下一個地方 那你會不會突然想想 欸還是把車子都先拿回來撤一下 可以啊 有可以嗎 可以啊 因為前方就有一個 禁五惡的標誌就可以開始撤了 是喔 但是通常如果你運氣比較不好 停下來就被叫走不處於事故而已 也是有可能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們是 主動的去巡查就對了 對對對 因為其實我們沒有轄區 我們都是轄線 所以就是一直在我們的轄線 這樣子的 來回的繞啊 巡啊 那我們北一大隊的轄線 是從這邊到 從0公里到楊梅 楊梅 楊梅 我們北上的時候有個在內側的壁車灣 那為什麼會有個壁車灣要坐在內道呢 內側的車子故障 如果它滑不出去外側 如果它看到那個壁車灣那都得救了 所以我們內外其實都要有這種壁車灣 不然有的就是內側路線會比較寬一點 如果你真的滑不出去的話 那至少靠內側路線也比較安全 哦 就是先到第一個秘密 然後我們今天去秘密 我們的車是168 哦 就牽在下面這一個 下面 對 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們會在這邊等 然後手望 有時候看到 大車跑到中內車道去啊 然後我們就可以給它拍照啊 或是示意它出來啊這樣子 外側車道 大客車都應該可以走 對 那大卡車是你不能行到內側嘛 對不對 不行 大客車是可以行內側車道的 不行 也不行 主要是大型車 它就是應該依規定行駛在外側車道 可是像很多 因為我們 國道一對其實是一個 比較特殊的一個單位 因為我們在都會區 尤其是在台北交流道 相距非常的非常的密集 所以在原山到三重這個區間 又有原山 馬上又有冰江 然後又有重慶 然後又有三重 短短的幾公里就有太多的交流道 高工局為了怕這些大車 平凡的變換車道 會造成其他車上更危險的發生 所以他們有開放說 這個區間23到27公里 它是不限車道車走的東西 你就常常會看到很多的大貨車 他們就會直接開到內側車道 但是會有很多外縣市的會誤會 對 然後就很多民眾一直檢舉說 為什麼它不開到外側車道 其實我也必須要為這些大車說一下 他們其實心裡面也蠻古的 了解了解 所以很多東西交通法規 其實每個用路人還是要了解 對 然後熟讀這個交通法規 最主要是好事端就要嚴格 其實就是在教育這個方面 其實就應該要先做好 後面的執法都已經是 治標不治本 那學長接下來 我們這個巡邏以後 像每一站我們都有一個巡邏的點嗎 其實我們狭線不同的地方 會根據狭線的特訊 去設很多的巡邏箱 那我們現在就往下一個地方去移動 下一個巡邏 對 今天的工商時間 沒有人找我們工商 沒關係 我們替自己工商 麥卡貝運動頻道的立作 都走 累了不要打了 一無把它拖下來 就不要躲出這個休息室 你要突破 你要衝 你打那個斯文球贏不了 現在要犯規很多 占到最後一兵一堵 他們不敢幹他媽就輸了 有沒有你啦 沒有 有沒有問題啦 沒有 捍衛我們的夢想 靠我們自己把它保護 學長請問一下我們現在來到中立服務區 最主要我們執行什麼任務 其實中立服務區 算是治安的一個熱點 因為這邊地方來往的出租路比較複雜 然後又跟縣市道路有並近 所以說我們基本上 大部分的時間 我們都會派我們的巡述 在這邊做巡述 做巡述的工作 那因為這邊也是會發生交通事故 也有可能會發生警案 有可能發生搶案 偷竊等等 或是有的人在跑到客戶上面 被人家摸大腿啊 性招勞啊 那這邊也會來找我們報案 這樣子真的假的 那所以他前面那個服務庭 就是我們的住警 對一個暫時的一個據點 他就看到警星服務站 喔 他有斑馬文 他看到有斑馬文的 就是我們 紅白班嘛 紅白 黑的啦 那我們就到我們警星服務提供 去牽到一下 牽到一下 OK 所以這都是我們學長 對 這位是我的學長 喔是 學長的學長 學長 學學長 所以是剛剛我們同學嘛 今天你們同梯啊 同一梯的嘛 同一梯的嘛 同一梯的 那平常學長請問 就在這邊接受屏幕 那執行時間大概多長 一次兩個小時 一次也是兩個小時 那平常都有輪班嗎 有 那有碰到一些什麼案件嗎 假如你在執行的時候 最 最耐人群慰的案件就是 最耐人群慰喔 你本身也覺得很雜一點 就是有民眾上完廁所說 沒有錢包 錢包放在廁所 忘記哪了 結果回去又找不到 然後呢 整個回去找偏人 他原來東西在車上 請問他的年紀當然幾歲 老本 所以我們 好啦 我本來就是想要先嫁娶 沒想到是嫁娶 這個景景跟我也很像 因為我常常把眼鏡掛在 頭上 然後我就掛在這邊 躲在眼鏡喔 對 通常報案率 高尾這邊主要就是 加龍蘇島啊 然後溫路 溫路的比較多 對 就問說 看一下這個地圖 等一下怎麼走 喔 那我們現在需要在這邊 牽到 有沒有牽得到 那我們牽到的目的是什麼 代表你有到 沒有偷情 喔 沒有偷到跑去 不該去的地方 知道知道知道 那我們等一下 再要去賣場裡面 實際的謙虛樓 要謙虛樓 對 這是一個據點 不要移棄他 我們把他帶走 他移棄他 那這邊就要關門啊 沒關係啊 這邊沒有時間 暫時 沒有這些東西 最值錢的是我們 哈哈哈哈 來我們這邊有第一個 OKOK 不要有紅白槍 接著這支紅 109 11月15 這我知道 我要這樣子 16點42分 好啦 那我們就去看一下啦 謝謝 謝謝 麵糖 現在高麗公司剛好 重新裝潢過 然後所以它整個 大廣租變得漂亮 那我們今天就聊在 這幾面 我們要去提款機 提款機 像明明頭快到了 然後 關於聯想提款 這個安全部分 可以加強 我們做一個 OK OK 好 開機 請問我 請問我 這是你的家區 這邊點109 1月15號 1645 那就可以 上一個是什麼時候 來的嗎 上一個在下午2.55 它又來過了 你看他們來的時間很密集 12點12 1點11點 都會來看一下 因為這是主管機 就是重點 重點 是 我們就說要非常注意 對 因為你不能保證說 每個人都很善 沒錯 因為真的就曾經發生過 對 像我們在外廠走的時候 我們的槍還是會過在 過的 我們自己的貼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不是怕被槍 像學長你看 他現在也是會 浮在他的槍腰帶上面 這樣看一下 然後再聽一下裡面的配樂呢 感覺好像過年真的快快 裡面的配樂是什麼 剛剛學長我們一直在聊天 他是說這個 尤其是過年期間 突然演習什麼 有些勤務都會特別的繁忙 過年有會 試固率比較高嗎 我們沒有試固率不高的時候 真的是 越聽得出去越傷心 真的 因為剛剛車上學長還在講說 其實每一年都有圓擠 在國道上的犧牲 近幾年是越來越好 傷亡率是越來越低 因為現在行政院通常 郭款下來 讓我們有那個 防撞車 第一個是防撞車 還是我們車 盡量會 每台車都不要被 兩位地的暴產燈 這個我們實在是 沒有辦法理解 這個這麼亮 然後有那個暴產燈 它真的是要 睡著才會裝上去 不然不會裝上去 不可能 財量都是給看得見的人看 對啊 講連續名言 裝睡的人是叫不行 叫不行 所以真的還是再一次強調 千萬不要疲勞駕駛 那你就 對 因為有些時候 我在高速公路上開也會 就 不行了 我就會開下去 找一個 休息的地方可以睡 我替他做證這件事情 台哥是真的會這樣 有一次我不知道台哥在我去哪 他到中間他就已經說 我是真的不行了 然後就開來這邊 休息區 大概睡個十五分鐘 對 然後他說 對 他說 今天你也睡一下我就好 然後我們兩個就也睡 現在睡了半小時就上 隔天了 怎麼這麼亮 服務區本來就是要讓 來往的這些駕駛人 休息一下 休息的地方 是不是 所以你真的為什麼要有休息區 就是你沒事 開的時候累了 稍微有點累了 你就下來活動一下 休息一下 或是說更換一下駕駛 這樣講起來 皮桃駕駛真的是造成似乎很大的 最大的原因 蠻大一部 其中的一個 再另外就是酒駕 酒駕也是 有沒有人是沒有喝酒 沒有皮桃 還是撞上去 什麼 很多 就是位置 他在忙很多人 很多可能啊 有可能是陸光啊 陸光 有可能他講電話啊 他講電話 有可能啊 對 而且他在打電玩啊 通常沒有人可能會 吃便當 他下次說 我剛剛敷臉比較白癡喔 然後就撞到了 我剛剛就洗澡啊 不是要綁鞋帶啦 綁鞋帶 綁鞋帶 他有鞋帶鬆 有人會說 剪鞋子啦 剪鞋子 這樣 他會說 會打副架的東西啊 然後看著之後 再轉頭買入裝去 轉頭 我覺得真的會往後面 你在高速公路耶 你現在是怎樣 真的耶 你為什麼不停好 轉頭拿好再回來 現在是怎樣 我已經把蛛絲馬跡拼湊出來了 剪鞋子跟講手機 是同一個人 所以他是 周鑫子電影 他說 我手機想拿一個 他是這樣 他兩件事一起 不然一種 剪鞋子拿來講 我今天很少用剪 我稍微聊一下 不要把你鞋子拿上來 會飄過來 就懸浮為力 對 今天算是 學長我們在尋查的過程 今天就是 差不多告一段 你錄有一個 要Ending的感覺 差不多 其實還有一個工作 什麼工作 你曾經做過也很熟悉 沒有 我們要去做一下零解 高速公路還有什麼 那麼快 上雜道 雜道啊 雜道內啊 對啦 欸那個是屬於高速公路 警察局 然後進了雜道 過了高速公路 養護路段起點之後 就是我的高速公路 那春節期間 載運量 三人才能上高速公路 那也是屬於高速公路 警察局 基本上那個我們會跟 縣市警察大會配 入口的地方 交由各地的縣市警察 去幫我們站在路 是 那我們也是會派 像這樣 去協助 那我們會在高速公路的商房 這樣子 這樣子 那我們等一下去什麼 等一下我們就選一個 比較安全的輪法道 然後我們就正式買開 開始入口 可以真的零解嗎 真的真的 我有點緊張 怎麼說 如果我們真的零解到 他是真的有喝酒 想要上高速公路的話 很神奇 你把我的針線拿過來 你要把我的針線拿過來 把他嘴封起來 那以後不能喝酒 你怕不用那 這麼愛喝 他用醬喝 好啦 我們先零解囉 好啦 確定要了 月經零解開始 快點 那個 我們剛剛準備要去領檢的時候 錄檢的時候 結果回來本隊拿些東西 發生了緊急發生了事故 我們現在要趕去事故現場 不多收取票 我會交給你的 好 好 好像這輩子沒有開過這麼快 眼睛要不要閉一下 有沒有警察在旁邊 害怕的 目前還沒有遇到 報告 你馬上過 我們現在只是咪完了 那個酒下勒撿 我們有一個 撿疫情的酒色感知法 那如果它有酒精反應的話 然後我們在寫下那種狐獵 做那個很長的動作 左邊大燈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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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學長你可不可以給我們觀眾的概念就是說 那像我們一般用路人在領解的時候 什麼樣的態度是會讓你他覺得 好重 舒服又不會太多 但剛剛我就有跟台哥講 有一個職業價值 就是一個計程車司機 他永遠看到我們 他就先把大燈關掉 他只留小燈 不要刺到我們的眼睛 他到了之後 他自動先就把窗子搖下來 然後有時候更好的會說 啊辛苦啦 然後我們也跟他說你也辛苦了 沒有聞到酒味 然後他就車窗搖起來開大燈 但是我們其實我們也蠻感謝他的 我剛跟學長聊完說 你有沒有遇過那種 就馬上就出現見了 不停下來的 他說有 真的就來一台 真的好不容易 因為這個執勤也有時間的限制 對 對不對 我們在八點多左右 這一班執勤就要結束了 對 因為我們這個路檢情侶到 早上八點 到八點嘛對不對 我們已經站在了兩個小時 所以呢 這兩個小時 相安無事 但是有一個是 美器安全帶的 有美器安全帶的 還有一個叫 呼嘯而過的 我剛剛那個好嗨 我就站在旁邊而已 但是我們會去追查 到底是誰以後 公布出來讓大家知道 比如說他的相片 他是哪個國小畢業 協作協行 協力情人 協力情人等等 他剛剛是有稍微結束 在加出來 他根本就沒有結束 沒有 我跟你講 其實站在那邊的時候 你從遠方就可以大概知道 他是不會停的車子 你暗暗出來了 可以啊 真的可以看他出來 這麼強耶 那就 你知道他不會停 那他跟你交會的時候 瞬間你有看到他的眼睛 因為他是前面那位學長 就是來來來來 喔好 有點像冠軍車手衝過終點的那種感覺 這個像旗子一樣 對 好危險喔 有的時候同仁會比較出來 同仁被撸到很受傷 不過今天算是很幸運啦 算是我們一個平安夜 只有一點小小的差距而已 但至少讓我們知道說 目前為止 這一班零酒降 這是我們很值得安慰的 邰哥他平安夜不是這裡 是整個這個段落 學長的那個沒有叫 也就是說我們還有幾個零檢單位 也都沒有事 我們已經趨近於零酒駕了 太棒了 我們走到一對 防治酒駕友誠 友誠 先掌聲鼓勵一下 今天真的是非常的Peace 很Peace 會不會是 不自圓道了 等等12點一過就是 國定殺戮事情 不要亂講 會會會會 給我給我 一帶一帶一帶 OK 所以今天我在這邊 應該是可以稍微 可以做一個小小的硬碟嗎 先等一下 等一下怎麼做 非常以你的觀察 我就提醒你一下 他當過 今天是第四次警察局 你要考量他是 第四次的 中老鳥 他今天這樣子表笑 通常能夠在這麼短時間 直接換四個單位 這樣蠻不容易的 通常是很危險的空間 才會在這麼多時間 再換四個 現在是月曆相當的豐富 可以說相當的豐富 我是覺得蠻不錯的 非常的有學習的第一種 我覺得昆塔也不錯 因為我覺得台哥非常好 就是他覺得不崩 或者是不睡的事情 他就非常看不過去 學長覺得 很適合當警察 學昆塔 他是學姊 學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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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幾天 跟我比起來 活到今天 這樣是不是 那我們就可以下結論囉 希望觀眾看到我們呈現的這一天 會覺得說哇太好了 沒有發生什麼 我再一次跟大家講 以前都講說我們前面SJJ S你跟鳥 打那麼好S 發生的發生沒有就沒有 就是這樣 我們今天就剛好運氣好 沒有那麼多事 對 但是我們要再一次給我們所有的 國道的警察同仁 謝謝他們 辛勞的 為我們這個 福祉 沒錯吧 才能讓我們這個國道 很順利的成功 最主要我們還是再 老化一句 希望大家安全 這樣子 千萬不要這個 疲勞啊 喝酒啊 這些都什麼 所以我現在結論了 好 一日國道警察 成功 當初填志願的時候 就把專業單位都填在前面 然後我就剛好就在國道警察 但是我加入國道警察之後 我發現我還蠻喜歡這份工作的 我們學校分發的時候 它是按成績在分發的 第一個我想要離家近一點 那如果我在國道的話 我可能比較快可以調回來 總部這邊 如果成績比較前面的話 有可能可以添回來家裡附近 所以我就選國道這單位 其實就是想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我爸爸他也是警察 我就想說反正我對警察的工作 也不陌生 所以我就去考警察了 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是考上師範學院 那當時因為已經開始有一些 流量教師的狀況 所以就跟我一些同學一起約好回靠警察 最多就是超速 國道超速是造成事故的最關鍵 最主要的 85%以上幾乎都是未保持安全距離 跟未注意車險狀態 問題在哪裡就是超速嗎 國道都是超速比較多 超載也蠻多的 超載的問題是像他們合重43噸的 或是35噸的 他們往往會載到七八十噸 如果他車輪爆胎 或者是前面有回頭狀況 他們沒有辦法立即反應 會釀成很大的危險性 酒駕其實我們取力的也蠻多的 喝酒人的眼神跟臉色 尤其是眼神是不一樣的 以前沒有酒測棒的時候 我是用眼力觀察 但是現在警政署買了酒測棒給他們使用 一測就知道說 他是不是有酒精的出塞 反正有的話 我們請他用正式的酒測器跟他測試 比較特殊的案件會發生在服務區 例如說倒車撞啊 或是轉彎沒注意 然後就撞到人家 或是開車門撞到 那狹線上的話 大部分其實還是直撞 主要又集中在雨天的時候 就會發生那個水漂現象 我們常常在開車的 都會知道 你遇到水漂現象 你就放油門就好啦 然後穩住方向盤 可是有些人不常開車 然後就很緊張 就會用力踩煞車 可是你整個車子就會失控大火 然後就會自撞附來 中部路段 不管是國一或是國三 南或北送 北或南送 要還程回去 那時候已經都非常疲勞了 大貨車的疲勞駕駛所衍生的事故 通常都是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們國道目前很積極在勸導 大貨車不要疲勞駕駛 所以會在每個休息區 它有設大貨車的休息室 那是免費可以供休息 而且也可以灌行 所以主要目的就是要讓駕駛人 可以提供這個地方 他們灌行休息 減少事故的發生 其實處理車禍塞車比較好 因為塞車的話後面車很慢 所以你反而很安全 就是你擺個交控罪 他們都會看到 反而我們這邊車比較少 如果萬一有事故 又下雨的話 我覺得超危險的 因為雨大的話 然後那個擋風波 也就看不太清楚嘛 你車過來的時候 我就說我們在前面 然後他又沒看清楚的話 他來不及散就給我們撞下去 撿凋落物 以前還沒有緩裝車之前 我們要去自己拍出一些凋落物 如果它在路中間的話 我們要想辦法把凋落物撿出來 所以我們會退到很後面 然後一個人進去撿 把它撿出來 那你在車速很快的狀況 你怎麼從裡面衝出來 就是就還蠻危險的 曾經內側車道發生事故 它其實原本只是一台小貨車 它也是自己失控 然後撞到戶板 然後側翻在內車車道上 那個車底是朝向我們駕駛 會看的這個方向 所以其實 如果我是遠方的駕駛人 其實看不到有個東西 因為看不到它的燈光嘛 後面的車子其實都 都已經快到很近的時候 才發現怎麼前面有個 龐然大物躺在那邊 所以很危險 有一台名車 雨天還開很快 它就用 就閃過去 然後我就看到它整個 180度打狠的 然後因為慣性嘛 所以還是一直往我們這邊衝過來 人生跑馬燈就開始閃 我現在怎麼辦 還好它 它後來有殺之後 它只是撞到 有點壓到我們交通罪而已 那是我第一次感覺到 真的很恐怖 剛來國道的時候 遇到一件說好像有火燒車的 然後結果它就停在路間 我們去現場的時候 因為我那個時候我剛來 我真的什麼都不太懂 結果我下去的時候 然後我一關門 旁邊一台連結車 就從我前面這樣 劃過去 馬上就往後退一步 然後就貼在那個車子上 我就只能嚇到 我真的覺得 我要去稍微再慢一點點 或者是 往前一步 我可能就 對我們來說 其實 遇到很多的民眾 他們遭遇的案件什麼 對我們來說都心以為常 所以我們可能會有點麻痺習慣 對我們來說是小事 可是對民眾來說 他們可能一生就遭遇這一次而已 這對他們來說是大事 他們就會很感謝我們 然後他們只要說辛苦了 謝謝 然後你就會很感動 應該說不只國道警察 大部分民眾他需要協助的時候 我們如果可以給他適當的幫忙 他的問題能夠妥善的解決 我覺得那個都是一種 心理上的一種成就感 也許做這件事情 他沒有太多的獎勵太多的什麼 但是我在一個人很需要的時候 我真的幫到他了這樣 開車的部分 享受到那種B&B的 那個駕駛的快感 我覺得我會耶 他的工作內容我並不排斥 而且他並不會像一般的拍攝所說 很多很瑣碎的一些 有的沒有的事情這樣 而且你要說那個開 紅斑馬的巡途車是種誘惑力嗎 可能有一點點啦 有一點點 所以如果再叫我選一次 我還是會來當國道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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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會來當國道警察 我的聲音 就是非常開心的 我會來當國道警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看 梦妖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周四晚上八点开直播 每周四晚上八点开直播 接着九点再卖咖啡跟我一起抢先收看一日系列 接着九点再卖咖啡跟我一起 抢先收看一日系列 接着十一点半频道更新 接着十一点半频道更新 记住 礼拜四就是收看木曜四 记住 礼拜四就是收看木曜四 你一定要订阅我们 而且这周我们的IG 所有的资讯 都在资讯栏 好不好 就在这里 就这样子 木曜四超完 下周见 拜拜 好嘿 拜拜 嘿 菜喬 笑什么东西 火像一个废 为什么从头到尾 都是我在讲 啊哈 哈 哈 哈